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攝影裡面的色溫調整 就是白平衡的部分 到底重不重要 那我在攝影初學者的時候 剛踏入攝影 我每一張照片在現場的時候 我都會細心去調整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白平衡偏移的一個功能 你就可以稍微調 好像我要綠一點 然後稍微紅一點 或者是黃一點 藍一點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在現場 就可以看到我們 照片最終想要呈現的樣子 但是拍攝拍一拍 這根本就沒有什麼屁用 因為我都拍攝RAW檔 那我進電腦可以再去做更細微調整 而且我的電腦螢幕 顏色看起來會比 相機上面的螢幕還要準確 更漂亮 然後顏色還原更好 那為什麼我要在相機上面調整 正確的白平衡呢 這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做一下實驗 到底我們在現場拍攝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需要注意我們的色溫調整呢 還是我們其實後置都可以來處理 那我們手邊有一台A7S 這可以拍攝8bit的檔案 那這裡有的BMPCC4K 可以拍攝10bit跟12bit的檔案 那我們就直接來測試一下吧 OK 那我們的實驗結束了 那我們直接先說一下結論 就是色溫在8bit跟10bit的時候 是有差別的 那在12bit拍攝RAW檔案的時候 根本沒有差別 快速的結論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拍攝的影像吧 我們使用三種不同的檔案格式 來拍攝三種不同的拍攝環境 分別是8bit、10bit跟12bit 拍攝在一個自然光的情況下 第二種是在攝影棚裡面 然後有一張色卡 可以讓你們看一下顏色 第三種環境 我們直接用最強烈的紅色燈光來照射 那我們先來看到 ProRes 422這三張照片 那中間這一張就是5600K 那我們盡可能的把這個比較藍的色溫 跟這個比較黃的色溫 色彩匹配到跟這個5600K 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來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這個10bit的檔案 如果你的色溫太藍的話 你把它印給它調到5600K 那它的黃色 尤其是金下面這些紅紅的部分 如果色溫比較藍 它整個就消失了 就你完全沒有辦法恢復 但是我們拍攝9900K這一張照片 我們把它恢復到5600K 盡可能的色彩匹配 讓它們顏色幾乎一致 我自己覺得9900K跟5600K這兩個 如果色彩匹配到5600K的話 看起來沒有差別太大 而且也沒有什麼奇怪的色偏 像是我們的2500K一樣 整個影像的紅色部分都消失了 那9900K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接著我們來到12bit RAW的部分 那第一個一樣是比較藍的部分 第二張是5600K 第三張是9900K 那我們把三個影像調到5600K之後 我們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差別 這就是RAW檔的威力 而且是完全沒有色偏 我們可以自由來調整我們的色溫 這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我們來看到這個H.264 Sony A7S拍攝的 那這一個2500K 盡可能把它調到跟5600K長得一樣 但是我們有一個嚴重的色偏 那我們的影像也看起來少了很多很多的顏色 跟我們5600K比起來 這兩個影像看起來差距其實頗大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到這個9900K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調到5600K之後 其實跟5600K原本拍攝的 我覺得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 稍微它的葉子有一點紅紅黃黃一點點 但是大致是沒有差距太大的 那接著我們就來到第二個場景 那就是我們有一個色卡在畫面當中 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的顏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或者是少了什麼顏色 就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到 我們的ProRes 10-bit的檔案 第一個一樣是比較藍的色溫調到5600K 看起來跟中間這個5600K也是差距蠻大的 但是我覺得這藍色的色溫調到5600K之後 它有一種好像套自己自帶一個LUT的感覺 好像看起來還不錯 就是它不是整個摧毀影像那樣子 它是把一個顏色變得很有風格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你自己看 你看2500K這個影像跟5600K這個影像 那個色卡差距多大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9900K調到5600K之後 跟5600K其實差距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有差別 我們看下面的Parade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我們的12-bit RAW的部分 那一樣調到5600K之後 三張影像是一模一樣的 完全沒有差別 接下來來到我們8-bit影像的部分 那這一個藍色調到5600K之後 它的顏色整個被摧毀了 它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綠色色片 讓它跟5600K這一張比起來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是幾乎一個沒有辦法使用的狀態 那接著這個9900K比較黃的部分 調到5600K之後 跟我們的5600K還是一樣 我們可以看得出有一點點的差別 但它整個色彩還原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如果拍攝一個比較黃的影像 調到5600K或者是更冷的色溫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第三個測試環境比較特別 我們直接用一個最紅的紅色 就是零色相 然後彩度100的紅色燈光直接去照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一樣我們來看到10-bit ProRes 422的部分 那第一張一樣是比較藍的色溫 把它調到5600K之後 發生了一些很神奇的事 就是我們的5600K 我們的色卡上面的顏色幾乎被洗掉了 因為我們的紅色燈光 但是我們這個2500K看起來比較藍的部分 我們調到5600K之後 我們竟然色卡還看到一些些的顏色在上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 那一樣2500K調到5600K跟5600K原本 差距也是一樣非常非常大 沒有辦法把兩個色彩匹配 完全把它調到一致 那接著看到9900K這一個 那我們把它調到5600K之後 其實看起來跟5600K還是有一點差別 但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話說 那接著我們來到我們12-bit RAW檔 那一樣三個影像調到5600K 顏色是一模一樣的 接著我們來到8-bit的三張照片 那我們第一張這個2500K調到5600了 看起來跟5600K還是一樣有差別 最後這一張9900K把它調到5600K之後 跟5600K這一張照片 看起來是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點點的 小小差異 但是就不會跟我們的2500K調到5600K一樣 差距這麼這麼的大 最後我們直接來做個結論 就是我們拍攝8-bit 10-bit的影像 不管是照片或影片 你就是要好好去調整你的色溫 你不能就放著它不管了 但是我們的色溫值到底要調多少呢 那我列出三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我們在拍攝當下 我們不知道後製的風格走向 像是我們後製可能會忽然調個很冷或是很黃的顏色 我們完全在現場沒有辦法做決定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色溫定在一個比較黃的色溫 像是戶外我們可能設個6000或6500之類的 然後我們在室內比較黃的光可能設個3500、4000之類的 拍攝一個比較黃的色溫 如果你在後製的時候想要讓它更藍一點點 那色溫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然後我們的顏色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如果你在拍攝當下 你直接拍攝一個比較藍的色溫 或是剛好就是白一點的白 那你如果要把它調到比較黃的色溫 可能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第二種情況就是你已經知道你整個影片 就是要真的白 你要真實的白 而且你要顏色非常準確的白 那你就好好對一下你的色卡吧 這我也沒有辦法 你就是好好去對它 第三種情況就是你完全不會後製 你就是影像直出或是影片直出 就直接上傳之類的 那我們就需要好好設定你的白平衡 你可以現場決定說 你想要一個比較黃的色溫 讓好像比較有氛圍 或是你想要一個比較冰冷的色溫 你就可以現場直接做決定 因為你沒有要後製 你就直接做決定 你直接上傳 就不會有一個奇怪的顏色 如果你拍攝的是12bit RAW以上的檔案 那你就拍攝開心拍吧 那色溫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你後製隨心所欲調整 也都沒有問題 OK是我們今天的色溫跟白平衡實驗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